現在等了一個位置 就在旁邊的位置 很舒服 可以看著街上 也有一個落地的玻璃 可以看到外面的街外 又不會那麼晚睡 又可以享受咖啡 可以有視覺的衝擊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身好像有些試驗館的實驗室 你是可以由這個水 變成一杯咖啡 全程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好 現在到了 到這個叫Steventon Village 是一個非常有歷史價值的地方 你自己看到這裡的環境 整條街都是很有歷史建築物 比較舊式一點 來看 都是偏熟 politiques 然後就做這裡的地標 Guinea 示範 這個Coffee Roaster 以下可以走了 現在來到這間叫做Rogini Coffee Roaster的地方 有一間Coffee Shop 在Vancouver有四間店 Steventon是其中一間 另外Yellow Town也會有 你看這裡的環境 現在等了一個位置 就在旁邊的位置 很舒服 可以看著街上 也有一個落地的玻璃 可以看到外面的街上 所以不會太晚睡 又可以享受咖啡 一進去這間Coffee Shop 無論它的環境 裝飾 全部都非常舒服 而且它本身位於 Steventon的漁人碼頭區 所以環境 無論街道上 也非常漂亮 而在Steventon Village 其實是一個非常舊式 可以叫做歷史價值 Historical的一個Village 一個地方 所以它的建築物 全部都很漂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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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就有這間叫做 Wokanini Coffee Roaster 這間Coffee Shop 就走了出來 那現在準備 就要去晚餐了 約了客戶 有一個客戶 就邀請了 今晚就要去晚宴 那段我就不拍了 免得拍到其他人 所以現在就享受完這個Coffee 準備又要開車趕著下一場 但很少機會 就是逛逛這個 叫Steventon Village 真的很漂亮 而且感覺很靜 我現在說大聲一點 都好像有點 不是很好意思 我剛剛就從這個Coffee Shop 走出來 我今天叫的Coffee 就是一杯Latte 而這杯Latte 我自己覺得也算是挺香濃的 而你說在大溫地區 Vancouver地區裡面 這間來說也算是中上質素的咖啡 而在這間Wokanini Coffee Roaster 這間Coffee Shop裡面 其實有一個賣點的產品 而這次我是沒有試到的 就是這個Coffee 而我在香港也曾經學過一段時間 就是咖啡沖調 也考了一個咖啡師牌 但也有點流流的 而我都忘記了 但曾經都會用過這個Coffee 而這個Coffee 最大的特徵之一 就是除了你可以享受到這個咖啡之餘 就是你自己可以看 可以有這個視覺的衝擊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身好像有些 像是有些善管的實驗室一樣 你是可以由這個水 變為一杯咖啡 全程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事實上是挺好玩的 而味道方面會有什麼特別呢 老實說 有很多人未必知道 通常這個Latte和Cappuccino 都是會由Espresso 用高壓濃縮咖啡沖出來 再加奶和泡等等 而這個紅級壺咖啡 其實我覺得是跟一個首條咖啡差不多 而喝是喝它的細緻 當然首條咖啡 簡直是可以更加控制到 酸味、苦味、金味 即是你的濃淡度 你自己可以控制得到 亦都可以顯現到那種咖啡的特性 而今次來說 我沒有機會試到 希望下一次可以試到這個紅級壺咖啡 其實可以喝到多一點細緻 有時候我比較喜歡喝一些有少少酸味的咖啡 有酸味的咖啡 你不要想像是一件很差的咖啡 但通常如果你在茶餐廳喝的那些 那叫做Robusta Robusta的咖啡 可能咖啡人特別高一點 但沒有那麼細緻 只有苦味 或是一種很濃 很炒焦的味道 通常如果你在咖啡店喝的話 他們都會選一些 Arabica的咖啡豆 就不會普通用 Robusta 那些 Instant Coffee 那種咖啡豆 去做的 而味道 細緻度 亦都可以顯現出來 你可以喝到的酸味 會提升整杯咖啡的新鮮度 那這個呢 我好像很深奧 但是呢 因為我本身是喜歡喝這個 Black Coffee 每一天我都會喝的 那所以呢 我就會慢慢都會感受得到 慢慢可以 feel得到 那種每一種咖啡 是有個分別在那裡 其實呢 有時候呢 就這樣喝一杯黑的咖啡 其實都會喝得到 它當中的甜味 因為本身的咖啡豆是植物來的 它是一個果實來的 其實有少許的甜味在裡面 如果大家呢 慢慢品嘗的話 真的可以試得到的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介紹 記得給個like 如果還沒subscribe的朋友 記得subscribe 如果喜歡留言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一集再見 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訂閱 訂閱 訂閱